这大战呢 从这个六月底一直打到了七月初一 最后这八旗兵啊 在这汉海当中啊 是既无粮草也无援兵 最后就只剩下两千余人 才退到了科布多大本营 这一站下来啊 就把这个雍正皇帝的心气打霉咯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剪故事 这两天呢 咱们说的书啊 都是这个乾隆皇帝十全老人的开书 哎您要是愿意说呢 是貌戏也可以呀 不过呀我孩儿那句话 如果没有这些乾文拉场啊 就勾不出来 之后这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 乾隆书啊 咱们简单的聊了一下 这乾隆初年啊 发生在云贵川之间的古州描乱 其实这事态啊 咱们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 但是我发现啊 还有好朋友说呀 这是这个乾隆皇帝 哎满洲达子 在这个苗江搞的残酷的少数民族镇压 纯日属于啊 是科捐杂税不成之后啊 在这个苗江啊 搞的反人类清洗 哎这都哪个哪啊 这个 那么是这样不是呢 当然不是了 这苗江之战啊 结束之后 乾隆皇帝啊 就下了一刀一指 这旨意的第一点啊 说的很清楚 是个苗江既然平定 哎那么这个张广四啊 不能离开苗江 你是这次平定苗江的功臣吗 那么这个苗江啊 就由你来治理 哎给你个官吧 就是这个云贵总督 希望你啊 能把这个苗江治理的是 国泰民安海燕和清 之后啊 说了一条硬性标准 就是这个改土归流啊 必须要执行下去 这些呀是黑脸的 说完之后 这乾隆皇帝画风一转 就变成红脸的了 这乾隆皇帝接下来说 这个苗江之乱 既然已经平定 这首恶以除啊 邪从该不追究 再者说来 这朝廷再次用兵 那无非是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率土之兵呢 莫非王臣 既然呢 是大清国的地啊 那大清国就得管 你看啊 咱们这个在苗江啊 原来收的税呀 就只是一丝一丝 从来都是不多收 比这个中原地区 收的少多了 既然现在这苗江 都已经沉浮了嘛 那么以后啊 这苗江地区呀 将永不赴税 也就是说呀 自此以后 这苗子呀 哎 挣多挣少啊 全自个儿的 不用向国家交税了 当然了 这里边的皇上可没说啊 不用服姚意啊 也就是说呀 给皇上干点活啊 还是应该的 还有一件呢 是最关键的 这皇上说呢 这帮苗子呀 在苗江生活呀 它不太通王话 所以说呀 以后啊 再遇到苗人 与苗人之间的纷争啊 咱们不用拿这个大清律 来衡量解决 一律呀 按苗力 也就是啊 按这个苗人的旧力 原来怎么处置啊 以后就怎么处置 这生活习惯呢 也不用随汉随满 完全按照他们苗人 自己的习惯来过 就行了 只要你呀 踏实实的做这个大清国的顺民 您瞧啊 这指引一下 这苗江的苗子一看呢 那不错呀 比原来吐司管理的时候强多了呀 这下可好 又不收税了 那我们还反个屁 我们啊 于是啊 这苗江一地啊 也得到了和平 这乾隆皇帝登基的时候 不就已经说过了吗 他的肘叶之患呢 都在西边 一个是西南 也就是这个回江之乱 再来一个呢 就是西北 就是那个不听话 永远跟着大清国对着干的 准改尔韩国 在咱们的书馆里啊 这个讲清朝和这个准改尔部啊 之间的战争 已经讲的够不够的了 您瞧啊 咱们从这个康熙年就开始讲 一直讲到雍正 从雍正年 这又来到了乾隆年 不过呢 咱们要聊这事啊 还真不能直接就从乾隆年开始聊 咱们还得总啊 这雍正晚年开始聊 这雍正皇帝啊 喀不拉叉 急变啊 就驾崩了 所以说呢 从雍正年到乾隆年啊 很突然 没有什么过渡 这雍正皇帝给这个乾隆啊 留下的也都是一些棘手的问题 就比如说前文书 咱们说到的这个苗疆问题 那么现在这准改尔 他又有什么动向了呢 其实啊 要我说呀 这乾隆皇帝一登基 遇到的这两个文治武功方面的问题啊 不算大 在这个苗疆动武啊 也无非是一两万人之间的军事行动 到了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准改尔这班上啊 那连兵都没用 直接啊 就是靠这个乾隆皇帝动动脑子 就文治了 所以说呀 这两件事啊 虽然是开国的时候 乾隆皇帝遇到的大事 不过乾隆皇帝没把他们带回事 也没写进这十大武功当中 其实啊 这会儿的准改尔韩国 已然啊 是日墨西山了 现在的大韩 改尔丹侧灵啊 和他的父祖们呢 那实在是比不了 初代大韩准改尔丹 那是憋着呀 恢复大元帝国的劲头 所以说呀 在这蒙古草原上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跨郡马 挥弯刀 真真正正的 和这康熙皇帝的大军呢 干过那么几回 这盖尔丹死了以后啊 他的侄子 侧望阿拉布坦呢 就继续接任了 盖尔丹部的台籍 本来呀 这准改尔部 已经被这个 清朝的八旗兵啊 打得要七零八落了 这侧望阿拉布坦呢 他是个有本事的大韩 经他这个十几年的治理啊 他又把这个 七零八落的准改尔部 变得逐渐强大了起来 哎 又有资本 和这个清政府对着干了 他养了几千名的旗兵啊 哎 成立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东突西沙的呀 最后啊 还跑到了西藏 您想啊 历代的藏族政权 哎 都依附于中央政府 这小弟挨了欺负 您想想这德哥能干吗 哎 这康熙皇帝就说了 好你个侧望阿拉布坦呢 不给你点样瞧瞧啊 你也真拿着马王爷呀 哎 没有三只眼了 于是啊 就命这个十四皇子 爱勋觉罗的允提 率领大军征伐侧望阿拉布坦 到青海啊 哎 去平叛 给这个允提啊 封了一个亲命 服远大将军之职 这段说啊 咱们在讲九子夺敌的时候 已经聊过了 这儿呢 咱们不申巴吃 总之啊 这允提啊 皇帝虽然没当成 但是啊 在这个西北 确实立起了赫赫的战功 这侧望阿拉布坦呢 着实没占着便宜 不过呢 这侧望阿拉布坦呢 再没本事啊 他也是率领大军 占领过拉萨 哎 到了这个雍正五年 那年是1727年 这错啦啦布坦呢 也死了 他的儿子呀 嘎尔丹侧陵 哎 继任为了准嘎尔的领袖 要说呀 这侧陵继任韩位以后啊 应该找本皇帝 好好的翻翻 哎 他没赶上好日子 这会儿啊 正是雍正皇帝 心气高的时候 这雍正皇帝有心呢 就一股坐骑 平定了准嘎尔部 于是这朝廷 授命 富尔丹为竞编大将军 屯兵二奉 出师北路 命这个川山总督 岳中席为宁院大将军 屯兵巴里坤 为的呀 是出师西路 分兵合进的 为的就是想啊 把这准嘎尔部 包了饺子 哎 就完了 谁想到 这侧陵啊 实在是太狡猾了 仗着自己 对这一地区 地势熟啊 从这个雍正五年呢 一直就折腾到了雍正九年 这期间啊 打了四次大规模的战役 分别是啊 这磕舍图之战 河通魄之战 厄腾楚乐之战 和光显寺之战 在这几次大战役当中啊 每次到了结局 都是让这 嘎尔丹侧灵啊 巧妙的逃脱了 这转眼啊 就到了雍正九年 也就是啊 1731年的五月 到六月之间 有这么一支 准嘎尔的孤军呢 在这个查汉哈达 引诱清军 离开了科布多大本营 深入到汉海之中 然后啊 围歼 这将边大将军 富尔丹呢 一下子就中计了 他挑选了精兵万人 沿科布多和西进 就在伯克托岭 和这个通魄等处啊 中了伏击了 这下啊 损失惨重了 这大战呢 从这个六月底 一直打到了七月初一 最后 这八旗兵啊 在这汉海当中啊 是既无粮草 也无援兵 最后就只剩下 两千余人 才退到了科布多大本营 这一战下来啊 就把这个雍正皇帝的心情 打没喽 这雍正皇帝一算呢 这个耗资几千万 派兵数十万 这仗到最后 不是还打成这个样子吗 从这个雍正初年 朕推行新政以来 边疆改土归流 官身一体大梁 一体当差 军营之众 火号归功 江南江北 贪丁勿母 所攒下来的银钱啊 在这个西北雍兵上就耗取了大半 干脆啊 能议和 咱们就议和吧 到了雍正十年的时候 这嘎尔丹策领率领三万精兵啊 在这个西北又与这个清军呢 交战过两次 都是以得胜告终 这么一来啊 更加奠定了这雍正皇帝议和的决心 不打了 以二太山为戒 一侧为这个准改尔部的操场 另外一侧呀 为这个投靠了大清的 卡尔喀布蒙古的操场 并且在中间呀 设立了护士 双方啊 以物意价 互通有无 就这样 雍正皇帝呀 哎 打了半天 耗银数千万 死伤将士无数 最后啊 还是在谈判桌上 换来了短暂的和平 在我看来 这不打仗 就是好事 哎 不管是谈判方啊 谁占的便宜 大于小 只要和平来了 那么就有希望 可是准改尔部 这帮孙子呀 那简直就是人心不足 蛇吞象 到了雍正十三年呀 他们看出来了 呦 这老皇上啊 他驾崩了 这卡尔丹侧灵 眼珠一转 他记上心来 能不能在这新登基的小皇上身上 哎 找点便宜呀 这侧灵啊 真不傻 于是就派出了使者 颠巴颠巴的 从这个墨北呀 来到了北京 上这大清朝政府啊 和这个乾隆皇帝身上啊 找便宜来了 那么是怎么找的便宜 怎么谈的 这大清国的朝廷和这个乾隆皇帝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哎 咱们呀 明天再说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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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